小孙子丑比已经三岁了,在美国待了三个月,杨媳妇虽然教育孩子的方法,令我这个中国婆婆大开眼界。 一,自己负责吃饭穿衣,每天早上,丑比醒来后,苏仁把早餐挂餐桌上一放,就此父子的忙去了,丑比会自己踏上凳子,喝牛奶,吃面包片,吃饱后, 他回自己的房间,在衣柜里找衣服,鞋子,在自己穿上,毕竟托比只有三岁,还搞不清楚袜子的正反面,分不清鞋子的左右脚,又一次托比又把裤子穿反了,不赶紧上前想帮他换,却被有人制止了。 他说,如果他觉得不舒服,会自己脱下来,重新穿好,如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,那就随他的便。 那一整天,托比把裤子穿着裤子跑来跑去,苏仁像没看见一样,又一次,托比出去和邻居家的小朋友玩,没多大会就气喘吁吁的跑回家。 对苏仁说,妈妈,莉莉说我的裤子穿反了,真的吗?莉莉是邻居家的小姑娘,今年五岁,苏仁笑着说,是的,你要不要换回来,托比自己脱下裤子,仔细看了看,重新穿上了。 从那以后,托比再也没穿反过裤子,我不禁想起,我的外尊女五六岁时不会用筷子,上小学时不会系鞋带。 如今在读初中要寄宿的他,每个周末都要带回家,一大堆脏衣服呢? 二爽脾气不吃饭,那就饿着。 一天中午,托比闹情绪,不肯吃饭,苏仁说了他几句,愤怒的小托比一把将盘子推到了地上,盘子里的食物。 撒了一地,苏仁看着托比认真地说,看来你确实不想吃饭,记住,从现在到明天早上,你什么都不能吃。 托比点点头,坚定地回答,Yes,我在心里暗笑,这母子俩,团肚挺确。 下午,苏仁和我商量,晚上由我做中国菜,我先领神会,托比特别爱吃中国菜,一定是苏仁觉得,托比中午没好好吃饭, 想让他晚上多吃点。 那天晚上,我吃点厨艺,做了托比最爱吃的藏醋礼剂,游温大虾,还用意大利面做了中国式的凉面。 托比最喜欢吃那种凉面,小小的人可以吃满满一大盘。 开始吃晚饭了,托比花边洗地道拿上凳子。 苏仁却走过来,拿走了他的盘子喝刀茶,说,我们已经约好了,今天你不能吃饭,你自己也答应了的。 托比看着变容严肃的妈妈,扒了一声再哭起来,边哭边说,妈妈,我,我要吃饭。 不行,出货的话要赞述,苏仁毫不心软,我心疼了,想替托比求情,说点好话,却见儿子对我使眼色。 想起我刚到美国时,儿子就跟我说,在美国,父母教育孩子时,别人千万不要插手。 即使是找贝也不例外,无奈,我只好保持沉默。 那顿饭,从始至终,可怜的小托比一直坐在玩具车里,也巴巴地看着我们三个大人狼吞苦言。 我这才明白,苏仁让我做中餐的真正用意,我相信,下一次,托比想发脾气扔饭碗时,一定会想起自己饿着肚子看爸爸妈妈和奶奶享用美食的经历。 饿着肚子的滋味不好受,况且还是面对自己最喜爱的食物。 临睡前,我和苏仁一起去笑托比的晚安,托比小心翼翼地问,妈妈,我很饿,现在,我能吃中国面吗? 苏仁微笑着摇摇头,坚决地说,不,托比喊了口气,又问,那等我睡完觉睁开眼睛时,可以吃吗? 当然可以。苏仁温柔地回答,托比咸咸地笑了。 大部分情况下,托比吃饭都很积极,他不想因为巴士而错过食物,再受饿肚子的苦。 每当看到托比埋头大口大口地吃饭,嘴上脸上沾的都是食物时,我就想起白尊女。 他想托比这么大使,为了哄她吃饭,几个大人端着饭碗,跟在他屁股后面逃。 他还不买账,还要谈条件,吃完这碗买一个玩具,再吃一碗买一个玩具。 三,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,有一天,我们带托比去公园来。 很快,托比就和两个女孩玩起了厨房游戏,塑胶小锅,小塔子,小盘子,小碗摆了一地。 忽然,淘气的托比拿起小锅,使劲在一个女孩头上敲了一下,女孩愣了一下,放声大哭。 另一个女孩年纪更小一些,进此情形,也被吓得大哭起来。 大概托比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,站在一旁,愣住了。 Susan走上前,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她一声不吭,拿起小锅,使劲敲到托比的头上。 托比没防备,一下子一坐在草地上,话话大哭起来,Susan问托比疼吗?下次还这样吗? 托比一边哭,一边拼命摇头,我相信她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 在中国,小孩子打圆的现象也很普遍,大部分家长都是责怪一下孩子就了事,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赔礼道歉,少部分的家长会对其进行适当惩罚,但是哪一种方法都不如让她感同身受同样的痛苦,来得直接又有效,这样做才让孩子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,并且起到最有效的警示作用。 四,自己去建立社交学,托比的舅舅,送了台一辆浅蓝色的小自行车,托比非常喜欢,当成宝贝,不许别人碰,邻居小姑娘丽丽是托比的好朋友,将求托比好几次,要骑她的小车,托比都没答应,一次,几个孩子一起玩时,丽丽趁托比不注意,偷偷骑上小车,扬长而去。 托比发现后,骑份子跑来向Susan告状,Susan正和几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聊天喝咖啡,便微笑着说,你们的事情自己解决,妈妈可管不了,托比无奈地走了。 过了一小会儿,丽丽骑着小车回来了,托比看到丽丽,一把将她推倒在地,想过了小车,丽丽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 Susan抱起丽丽安抚了她一会儿,很快,丽丽就和别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,托比自己骑了货车,觉得有些无聊,看到那几个孩子玩得那么高兴,她想加入,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 她曾到Susan身边,嘟囔道,妈妈,我想跟丽丽他们一起玩,Susan不动声色地说,那你自己去找他们了,妈妈,你陪我一起去,托比恳求道,那可不行,刚才是你把丽丽弄哭的,现在,你又想和大家玩,就得自己去解决问题。 托比骑着小车,慢慢靠近丽丽,快到她身边时,又掉头回来,来回好几次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托比和丽丽又笑竹颜开,闹成了一团,孩子们的世界就让孩子们自己去建立,不同的年龄段该有的不同社交,全部由他们自己去完成,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,孩子们自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交方法。 哦,管教孩子是父母的事,跟长辈无患,Susan的父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,听说我来了,两人开车来探望我们,家里来了客人,托比很兴奋,跑上跑下的乱窜,他把完沙子用的小桶装满了水,几只小桶在屋里四处转悠,Susan警告了他好几次,不要把水澡到地板上,托比正弱了完,最后,托比还是把水桶弄倒了, 谁扫了一地,兴奋的小托比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,还得意的光着脚夹踩水满,把裤子全弄湿了,我连忙找出托把准备托地,Susan从我手中抢过托把交给托比,对他说,把地脱干,把湿衣服脱下来,自己洗干净,托比不愿意,又哭又闹。 Susan二话不说,直接把他拉到住舱室,关了禁闭,听到托比在里面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喊,我心疼坏了,想进去把他抱出来,托比的外婆却拦住我,说,这是Susan的事。 过了一会儿,托比不哭了,他在住舱里大大声喊,妈妈,我错了,Susan站在门外,问,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? 我知道,Susan打开门,托比从住舱室走出来,脸上还挂着两毫泪珠,他拿起有他两个高的拖把吃力的,把地上的水拖干净,然后,他拖下裤子,淋在手上,光着屁股走进洗手间,稀里哗啦地提起衣服来,托比的外公外婆,看着表情惊异的我,一位深长地笑了,这件事,让我感触破身,在很多中国家庭, 父母管教孩子时,常常会引起世界大战,往往是外婆外公虎,爷爷奶奶懒,夫妻吵架,鸡飞走笑,后来,我和托比的外公外婆聊天时,提到这件事,托比的外公说了一段话,让我印象深刻,他说,孩子是父母的孩子,首先要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,孩子虽然小,却是天生的外交家, 当他看到家庭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时,他会很聪明地钻空子,这不仅对改善他的行为毫无益处,反而,会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,甚至带来更多别的问题,而且,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,不和谐的家庭氛围,会带给孩子更多的不安全感,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利影响, 所以,无论是父辈与祖辈,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发生分歧,还是夫妻两人的教育观念有差异,都不能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,托比的外公外婆在家里住了一周,准备回家里扶你俩了,临走前两天,托比的外公尊重地问女儿,托比想要一辆玩具挖掘机, 我可以买着他吗?苏总想想,说,你们这次已经送给他一双汉冰鞋作为礼物了,到圣诞节时,再买玩具挖掘机,当礼物送给他吧,我不知道托比的外公是怎么告诉小家伙的,后来我带托比去超市,他指着玩具挖掘机说,外公说,圣诞节时,给我买这个当礼物,预期里满是欣喜和期待,虽然苏总对托比如此简单, 托比却对妈妈爱得不得了,他在外面玩时,会抬起一些好看的小花,或者他认为漂亮的叶子,郑重其事地送给妈妈,别人送给他礼物,他会叫妈妈和他一起拆开,有什么好吃的,也总要留一半给妈妈,想到很多中国孩子,对父母的漠视冷淡,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养媳妇,在我看来,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, 美国妈妈有很多值得中国妈妈学习的地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本频道